歡迎收看理財總動員 我是阿哲 近期每股四大指數都在持續的破底 回檔幅度都已經來到兩層 甚至是三層之高了 而台北股市呢 表現也是非常的疲軟 全肢股依舊是軟趴趴 甚至是就連近期最為抗跌的航空股 以及航運股都開始出現了補跌的跡象 難道說本播台北股是真的要下看15159了嗎 那麼在這樣的行情之中 我們又該採取什麼樣的選股邏輯 來進行選股的操作呢 今天就讓吳躍展老師來幫各位好好介紹 主持人 展哥 節目一開始我們一樣很快的幫各位帶一下 進行台北股市的走勢 昨天台北股市再次出現了破底的情況 並且拳王台積電在昨天是最後一盤驚險的 收在了505元的前波低點 目前整體來看大盤真的是不太樂觀 不過展哥我有發現到在昨天殺盤的過程當中 有許多中小型的電子股 以及一些高價的IC設計族群 反而都出現了逆致上漲的情形 所以說展哥您會如何觀察目前整體的一個凡事呢 這個部分我都是 我大概前兩個禮拜就在提醒了 因為那個時候 很多高價IC設計族群已經在翻上五日線了 所以那個時候我在節目上我自己就分析啊 我就說這個部分高價IC設計族群不會是散戶買 那是誰買應該是中時戶嘛 那他們都經常買那其實是不是有可能領漲 所以我會覺得這一波的領漲應該可能會走高價IC設計族群領漲完 把電子股帶上來 所以其實這個角度往後再觀察的話 我覺得大家還是可以繼續看這個指標 其實從今天的盤本來看 好像也是這麼一回事嘛 許多高價IC設計族群已經反彈了兩天三天甚至四天 今天幾乎是呈現一個全面反彈的走勢嘛 對 所以說展哥目前我們該如何來判斷今天整體的一個凡事呢 不過當然我們先從幾個角度 第一個大盤啊 大盤這樣子走其實還是沒有站上五日線了 因為為了散戶同學聽起來方便操作方便 我們還是給客觀的指標 沒有站上的時候大盤我們還是不覺得翻多 但是我們剛剛講高價IC設計族群 這些已經站上五日線的喔 你要注意這些的指標 如果他們能維持這個強勢的話 那很有可能大盤會被他帶動 所以這個時候操作策略啊 因為我相信大家都很想要買低嘛對不對 買低的話當然我們可以率先找一些個股 已經站上的 然後當大盤站上的時候你就順勢再加碼 這樣的操作策略我會覺得比較穩當 在這時候 原來是這樣 那麼展哥其實您的看法應該是這樣啦 目前整體的盤子確實 還是不太能夠去偏多看待 但實際上盤面還是有一些個股是可以進行操作的 這就讓我相當好奇了 展哥 平常在這樣的不好的行情之中 您是如何來進行選股的呢 其實我們在選股上面 我一直強調還是要 基本面啦 然後因為我們在 因為我們是公開跟大家講 是 所以當然有些好股票 有一些小股票 可能有轉機的 可能有未來性的 其實我也很喜歡 但是你說 真的跟大家在報告的時候 我們還是希望說 我們已經在財報上 已經看到它有一個趨勢向上 這樣的股票我們找機會切入 我覺得這種做法 我覺得對於投資人來講比較安全 是 也比較穩健 原來是這樣 所以說展哥您這邊的一個篩選邏輯 第一個是先看基本面 它的產業趨勢必須向上 而且它的營運體質要夠好 再來 第二點 展哥您這邊是說 技術線型基本上也要維持一個多方的架構 沒錯 這個部分 我們拿台積電當例子就好了嘛 是 所有人 我相信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台積電是好公司 對 這不用懷疑嘛 但是問題是它的走勢 就是你找不到買點啊 因為它沒有一個技術面翻多的樣態 所以像這種時候 很多同學就說 老師這公司這麼好 可不可以買 我就說不用 我們做個篩選 均線向上 我們講最簡單的 季線向上 價格在季線之上 我們就給兩個條件 這這樣多頭走勢的股票 你配合基本面 我覺得操作起來比較安心 原來是這樣 那麼展哥 其實經過你的介紹過 我想投資人對於一些選股邏輯 對我一些基本的了解 不過老實說啦 雖然說投資人對於技術面 雖然是可能有一點研究 但對於一般的投資人來講 基本面的研究 一家公司的營運方向 真的是比較難進行琢磨跟研究 所以展哥可不可以直接請你 舉例來進行說明呢 可以啊 像我們這一檔股票 那個資源 我相信很多投資人都很熟 但是也許不熟他做什麼 當然他IC設計 ASIC的部分 就是特殊用途的IC 然後呢 副爸爸是聯電 所以聯電投資 1997年聯電投資他了 應該說聯電的部門拆出來 是 是這樣 然後呢 他做的業務是什麼 ASIC就是客製化 很簡單講我接單 你要做什麼 你下單給我 我幫你設計 設計完 我未來再出貨給你 那你想喔 客戶既然找他去做設計 那我真的做出來了 他是不是要跟我下單 是 肯定的嘛對不對 所以他的委託設計的單 我覺得資源有一個好處啦 這一兩年喔 過去其實他的客戶比較集中 這個在做生意 我們就回到正常邏輯 做生意我只有一個客人的時候 我怕不怕 當然怕 人家來跟我議價嘛 對 要不議價 你一翻臉我就 我就 對 錯起來了 是不是這樣 被掐脖子啊 對 所以喔 資源在這一兩年 我覺得他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就是他的客戶群 大的客戶群開始建立 是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所以在委託設計的這一塊 設計完了之後 通過認證 通過客戶認證 可能未來都還有 現在預估啊 反而預估都還是有五年的商品 五到七年的商品週期 所以我現在接完單 我設計完 我未來還可以再賣你五年 那他能不能持續維持穩定 甚至持續成長 因為從委託設計的這些案子來看的話 可能都還有 我記得數字大概一百多件 兩百件 是 還在開發中喔 所以後面有沒有動能 我覺得還是有啊 所以你看他四月營收他成長多少 年增率居然是106% 是 所以他的規模已經不小了喔 然後還可以再翻倍的年增 是 那後面有沒有機會繼續成長 然後Q1的財報出來了嘛 EPS3.41塊啊 那如果這樣成的話我覺得 OK啊那也許下面都還有很大的空間 喔原來是這樣 那麼展哥其實我們剛才前面介紹到了 除了基本面以外 欸還是必須涵蓋到一些技術面來進行選顧 欸可不可以請展哥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市場個股它是有符合哪些 所謂的一個技術面的邏輯呢 對像這一塊啊 他過去半年啦 幾乎是飆升嘛 是 市場很熱就是 智元跟創圍喔 投信重倉股 一路狂飆 但是你看這一波修正有沒有跟著修正 也是有啦 330你修到低點220 殺到100塊 跌了三成耶 是 對不對 那跌了這麼多什麼時候只跌 欸你看上面這條線我留下的是半年線啊 那又回到半年線有沒有只跌 因為我們在看技術分析的時候 大家記得這個價位有沒有效就是來過幾次 是 都可以有什麼反應啦 所以你看這一波它是不是來到半年線 只跌往上彈 是 然後呢 再修正之後再來一次 再測半年線又只跌又往上彈 所以我會覺得半年線應該對它是有效的 更何況過去半年是飆漲的嘛 是 所以半年白忙一場之後重新再來 欸我們這時候前面沒進的人是不是這時候可以進 我覺得可以是這個角度思考 哦原來是 那麼展哥 目前盤面上啊 除了智原這家公司以外 欸還有哪些公司也是有符合 有所謂的基本面來做強力的一個支撐 並且的技術面又有符合你的一個宣誤邏輯的呢 其實在那個我們講的智原嘛 智原的爸爸是聯電嘛 我們講爸爸是台積電的 創意 創意 當然創意在台灣大概算是很大規模的IT設計 然後當然 但他們的產品類別有點不同 是 所以你說智原比較偏承受製程的商品 是 然後創意就是比較偏先進製程的商品 但是你看他們的年增率一樣都是暴增啊 是 創意還有75%欸 第一季的EPS也是4.07啊 所以你看兩檔股票是不是都 還是維持一個非常正向的一個成長 是 那我們回到技術面來看喔 欸 各位同學可以思考一下你看 前面這一波我們講技術面的那個 怎麼抓就是 來過很多次的價位 是 你看我幫你圈起來的這些位置 是不是都來來來來來來 來了幾次 來了5次欸 那這一波它是一樣點到這個位置 然後就開始反彈 是 這次我是用那個周線嘛 因為周線周期比較大 大家看得比較清楚 但是我們往後看的時候 我們就有日線 它是不是又站上5日線 所以這個操作 我覺得就建立好一個操作策略跟邏輯 原來實際上 那麼其實市場上還是有很多的個股 是有符合今天我們所介紹到的一些選股邏輯 但是實際上我們因為節目時間關係 沒有辦法一一的來分享給各位投資人 如果各位對於選股邏輯還是沒有信心的 其實也都可以直接在節目的最後 加入所謂展哥的Line 8 展哥都會定時的在Line 8上面 分享一些標題給各位做參考 接下來我們就進入實戰的部分 展哥 在我們選完出了一些不錯的個股之後 我們該如何來進行操作呢 我覺得短線喔 短線的進長點我們還是以無日線做一個分線 那當然 我們 這個階段 我們必須說 大盤還是一個偏空 所以我們不要想說 忽然可以做一個大波段 但是因為我一直強調啦 我自己的超過邏輯就是這樣 我們要短線保護長線 而不是市場上大家常聽到的什麼 長線保護短線 因為長線保護短線隱含一個邏輯是什麼 有點像凹彈的概念是不是 就是對 長線好所以我先放著 因為我們教課太久了啦 通常長線投資的都是虧錢 通常都是這樣 所以呢我們短線怎麼操作 我們要有一個短線 真的找一個好的點 然後做短線 然後賺到錢之後 才抱成波短 所以說這個時間點啊 坦白說我覺得很多股票價值浮現了嘛 所以我們從個股 站上短線有一個短線的進場之後 你出場怎麼樣 在空頭盤勢 你出場可能遇到壓力 因為空頭市場 預壓就是要尊重 或者是忽然急拉 因為最近啊 最近幾年其實台北股市 都很多那個 當沖 隔日沖的族群 所以他急拉的時候 你也可以出 像這種狀況 累積短線獲利 我們就為我們長線投資去做 準備 累積成本 原來我想再經過展哥的介紹過 欸 投資人應該都知道大方向 到底該如何進行操作了 我們一樣進入實戰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第一檔個股的智原 展哥其實今天全面性的一個反彈 也帶動智原的股價 站回到了五日線之上 如果啦 我們有搭配到今天的一個操作策略的話 今天似乎是一個不錯的進場點位 那麼接下來 我們出場點位又該如何設定呢 還是說 我們就自己一路的坐上去呢 呃 這個盤勢當然我們會覺得 一路坐上去 機率沒那麼高 是 但是呢 OK我們講 這一波啊 第一次 第一次到半年線的時候 反彈 是不是站回五日線了 是 這個五日線是不是又是前面什麼 M頭 的頸線 對不對 頸線的位置拉過來 所以這是不是一個好的點 是 然後漲漲漲 然後突然急噴 我們剛剛是不是講急漲出 喔 是 所以像這種 你是不是可以這裡除 當然沒有這麼神 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在找上面的壓力 所以因為我們要層層去找壓力 是 那這一波是不是 M頭到這裡反彈 然後這一波下來 是不是到這裡又反彈 是 所以我們才會抓出這個架尾 所以你最差最差跌破這一根 是不是可以出 是 那你這一波再拉回來 是不是半年線又止跌了 所以止跌搞不好又進場啊 所以你這一波站上五日線 一樣你前面的壓力 然後這個前高的壓力畫出來 是 如果可以順利 欸突破就站上 那我們就續爆 如果欸 遇到壓力還是 但是 就沒力沒力的有沒有 是 這種感覺很 我覺得應該蠻明顯的 沒力沒力你就可以先調節 然後剩的你就跌破五日線出場 那我覺得這樣短線操作 有機會 就是比較 能把我們獲利擴大啦 是 因為這種短線的行情我就不建議說 傻傻的爆到跌破五日線再出場 是 但是當然 波段的行情喔 我一定會 要求大家 要求會員們 千萬不要出 不要爆到最後才賺大錢 但是短線行情不一樣 短線行情就大家盡情的做 但是展哥我想要補充一個問題喔 那就是您剛才前面有提到 如果我們遇到壓力要先出一半嘛 但是您剛才也有提到 如果 如果機會持續的突破的話 我們可以 欸師傅可以做一個續爆的動作嗎 那展哥我就想追加一個問題啦 什麼叫做有效的跌破 你剛才說可能軟軟的 有時候站不穩站不穩 有沒有一個具體的一點指標 好比說 他是帶亮突破這個壓力 所以我就可以做續爆嗎 是這樣的意思嗎 對 其實 阿澤這個問題 就代表你真的是 有研究 因為會看價是土地 會看亮才是師傅 是 所以對於關鍵的點位 很重要的就是要有亮 要有亮滾亮滾過那個 那個重要價位嘛 所以這個地方 本來沒有要講這個 阿澤一提我覺得 OK 我們給大家一些建議 譬如說 你在前面這個關鍵價位的量 你圖上都看得到嘛 是 然後如果這一波的突破 是超過那個量 那我覺得是安全的 可能是 可能 還是說可能 可能是一個比較有效的突破 是 所以這個部分可以這樣去觀察 但是如果突破啊 就是說 過高之後量沒有過高 坦白講 我們在技術面叫做背禮 OK 這種也很有可能拉回 所以這個部分量 是一個很大的重要觀察指標 原來是這樣 那我們接下來往下看 創意的部分 展哥其實老實說啦 創意市場個股 基本上就是標標準準的一個 破底翻的個股嘛 只不過啦 創意晉級的股價也漲這麼多了 現階段還有 投資人可以去做追價的動作嗎 還是說 我們應該直接先 保持觀望的態勢呢 當然漲這麼多 你看跌到364現在多少了 500多了 昨天收盤508 是 我相信這時候你聽到 你可能也不敢追啦 所以沒關係 但是呢 有些同學 彈值比較大的 或者是 有看我節目的 譬如說他站上五日線 進場去追的話 那你可能就問我說 我現在怎麼出啊 是 對不對 我的建議啊 第一個你可以用 固定比例停立法 什麼意思 創高之後你讓 譬如說你讓5% 還是讓8% 因為你已經累積獲利了嘛 是 你不要想說你會賣最高 我們千萬不要這個想法 所以你在設定說 他拉回5% 或拉回8% 我就出 那這個角度 我覺得沒有問題 或者是 因為已經拉開了 像剛剛我就說 我不建議你沿著五日線做 但是已經拉開成本了 所以你就沿著五日線 而且沒跌破 你就使命抱著 把短線行情做好做滿 原來是這樣 那麼展哥我想在 經過你的介紹過後 投資人應該都能夠了解到 進行的行情該如何操作 不過在節目的最後 可不可以再麻煩您一次 來幫各位投資人做一個重點整理呢 記得齁 我們在行情上面 我們永遠要尊重市場 所以 反彈行情啊 如果我們講大盤 可以順勢站上五日線之後 做到它跌破五日線 我們就出場 但是如果這一步 我們先進來搶 大家記得 我們先進來搶 站上五日線的個股 如果大盤還是不能站上五日線 那我們還是 就是 依照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 遇到壓力還是趕快出 遇到這種狀況 我會覺得 這種時候不要去硬拗啦 是 而且如果錯了趕快停水 我覺得這非常重要 所以 急漲的狀況在空頭盤是不要追 寧可像我們剛剛講的 好股票等它拉回到支撐 到有效點位的時候 我們進場買 如果漲上去 持倉者就可以 慢慢的獲利了解 大概是這樣的操作 我會覺得比較安全 OK 原來是這樣 但是 我們再補充一下 如果我們不小心 在這個階段 我們是不是 依照我們的操作規則 站上五日線 我們去進場追個股 如果先進了之後 目前大盤還沒站上五日線 是 如果你進了 漲上去 大盤又順勢站上五日線 可以加碼是不是 其實你應該加碼 OK 反而是順著市場再進去做 我覺得可以 往這個角度去思考 原來是這樣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展哥幫各位 所做的介紹 大家都可以持續來多做 留意跟觀察 其實我在昨天 在跟展哥 準備今天這集節目資料的時候 展哥有發覺到很多很不錯的個股 但真的是因為節目時間的關係 沒辦法一一的在節目當中 分享給各位 不過沒關係 展哥平常都會在他的Line 8上面 不定時的分享給各位投資人 做參考 所以請各位一定要踴躍加入喔 除此之外 各位投資人如果對於本期節目的 一些操作策略 有問題甚至是對於手動持股 不知道該如何進行操作 或換股的 也都歡迎直接加入展哥的Line 8 來做詢問 展哥都會親自來做回覆 喜歡我們的影片 也記得幫我們的頻道訂閱 按讚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那麼這一集 理財總動員就先告一個段落囉 觀眾朋友們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掰掰